英文名字是David Chan 我首先很感恩 這間公司的老闆林文鋒博士 開發了這麼好的產品出來 我也要多謝我的團隊 袁飛馬、Edison 對我的幫助 我也要多謝我的介紹人 我的貴人 偉文 我的中學同學 介紹這麼好的產品給我 也要多謝我的太太 一直這麼支持我和陪伴我 我首先想問一下 大家其實健康是否重要呢 重要 但原來健康不是必然的 就像我這樣 我又沒有吃煙 又沒有喝酒 早睡早起 跑步、游泳、打球 我經常都有做的 但無端端 驗身發現自己原來有肺癌 就已經去到第三B期了 第三B期什麼概念呢 就是已經由肺炭 擴散到臨巴、氣管和腦 都有腫瘤了 事源就在2023年 即是上年的2月份 我第一次例行健康檢查 現身 就照肺的時候 發現肺有個空 醫生就叫我進一步檢查 那我就去全門醫院排期 就今年5月份 就入醫院抽組織 和照氣管劍 發現那些組織 不是這麼好的組織 再進一步 就照這個磁力共振 和淨電子素描 就確診了 肺癌已經去到3B期了 當時自己很害怕 腦子一跌空白 就好像天快要倒下 幸好我的中學同學 偉文介紹這個診癌給我 我當時就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個人細胞 我聽都沒聽過 那我就上網去查 我發現網上有很多負評 攻擊她 那我就跟我說 我都不敢吃了 那她就跟我說 她說 網上有很多假消息 叫我不要相信 她說她全家都有吃的 還有介紹很多親戚朋友 都有好的效果 因為我當時沒有什麼醫治 那我就儘管試一下 初期一天吃兩顆 過了一星期之後就改吃四顆 吃了一個月之後 發覺自己的身體真的好了 那原本晚上都咳得很厲害 那就沒有了 而且身體很多小問題都改善了 包括 鼻敏感 皮膚敏感 男人的潛熱線 還有一些痛風 都改善了 或者好了 那我覺得 咦 真的有效 那我就立刻叫我太太 和我媽媽都試一下 要吃幹細胞 因為我太太 她就 因為生膽 經常割了膽 她的消化系統都不太好 那她呢 吃了之後 也都改善了很多 她的胃沒有痛了 還有身體的小毛病都改善了 包括她的牙周病都好了 那我媽就更神奇了 因為她89歲 她身體都很多病的 平時要看很多醫生 中醫啊 西醫啊 針灸啊 經常都要看的 那她吃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她現在連止痛藥都不用吃 晚上呢 不用吃這個安眠藥都可以睡到覺 那我覺得真是很神奇 那而我自己呢 一路吃住 我現在已經吃了 進入第七個月了 那我的癌的指數呢 一路 因為我在屯門醫院一直都幫我檢查 那就一路放低著 那現在呢 上個月呢 見醫生呢 醫生說我的癌的指數呢 已經去到正常的水平了 正常水平呢 謝謝大家 正常的水平呢 5或者以下呢 就是正常的了 而我已經跌到3.9 還有她說我的腦瘤呢 已經消失了 那所以呢 這個真是一個好消息 而我呢 因為呢 見到指數一路降低著呢 我連標擺藥都沒有吃 因為她開了標擺藥給我吃 我標擺藥都沒有吃 我也都沒有去電療啊 花療啊 手術更加沒得做了 因為是降散了 乾不了那麼多的了 那都是靠這個幹細胞呢 是幫到我 所以我對她呢 真是很有信心 那我今天分享了 謝謝大家